好不容易把车推上了这个佳气站这边的一个大坡 然后这背后还是大伤坡 还有很长 所以快五点了 我推不动了 车厢和车子都没电了 我看到这儿有一个小土堆 旁边能停车 先不管了 先停这儿休息晚再说 马上五点钟了 都推出了饥饿感了 尝一下我昨天拿的这个 买的这个 鸭筍饼干 好吃 好好吃 真的的鸭筍饼干这么好吃吗 我觉得我很多年前 在云南 旅程徒步的时候吃过鸭筍饼干 那时候就极难吃 哇 现在的好好吃啊 嗯 我去这边更好啊 吃饭没灰 我那边宫土鸡穿梭的 全部是灰 不行啊 我要把车转过来 没有灰可以做饭啊 舒服 哎有没有店不管 现在要舒服的过日子 我这边就是全是大会哟 所以说搬家 哼 人间一场烟火 你曾盛开过 可几人在心魔 从此孤独火 江南花已凋落 曾看在斟酌 可怜两尘无多 青丝无人说 吃算了 这边的土 比那边的还软 而且还湿 这里被车压得挺 但是住这边 是不是太危险了 感觉 拉到这来 然后我可以在这水泥上面放东西 做饭 着了着了 这个火太大了 我觉得拿了风机也可以啊 火候 刚才趁天不黑的时候 把柴火都弄好了 刚去捡了这些复合板 应该很好烧 先烧茶 没水喝了 烧完茶再做饭 就说火大不大 火太大了 这第二锅了 就烧两次才能装满一火 就是放一根柴就行 一根柴它就能小火慢煮 我放两根三根进去 火就崩太大了 你看炒菜 咦 熟面包 没电了 换一个 换一个 等一下这个 不知道有没有电呢 不要这个时候给我没电啊 这个水泥是斜的 唯一不完美的地方就是水泥是斜的 所以锅也放不平 差不多了 熟了 然后把那个用大火把水给爆干 水有点给多了 水有点给多了 但是底下留一点水好啊 要不然等一下一会又截坨了 那个油 开饭了开饭了 今天这样好啊 今天有喝的有菜有喝的 还要吃胡萝卜大蒜炒肉 嗯 嗯 嗯 最近一根太不顺了 太不顺了 如果不是因为 静远现在还在管控的话 就不会这么麻烦 现在没有电啊 好在我庆幸今天 那个 坐门窗的老板 帮我焊了车 不然的话更麻烦 嗯 反正这个营地这么好 除了没有水 对吧 又没人炒 然后 又可以烧柴火炉 多住个一两天也没什么事 月底降温到零下13度 所以我才想抓紧 抓紧到景泰县去 到景泰县 我像找个这样的地方 趴着把那个 零下13度熬过去 冷是一方面 只要是白天都是零下几度的话 露面结冰是免不了的 露面都是冰的话 没办法走啊 不安全 明天我打算先不出发 先想想办法搞个电 你说我要推的话推两天 搞到电一天去了 嗯 嗯 然后明天 顺便在旁边的那个 嗯 嗯 嗯 一两公里吧 下去一两公里 灵滩镇 去灵滩镇那边 然后顺便去做个核酸 嗯 嗯 年轻就这样 休息一天 看着信尘 然后再看着你 一下阿 谢谢观看